就是想要在我的歐拉馬上面安裝 最近轟爆全球的這個Deep Seek R1 切換 Oh yeah 這個Deep Seek出來以後真的是造成轟動了 因為他用了4%的價格 可以跑出跟Track GPT-O1差不多的結果 哈囉大家好新年快樂 今天是過年版的阿宅寶博士 今天想要用我的筆電 新來的M4 Max 128G的電腦 來就是想要在我的歐拉馬上面安裝 最近轟爆全球的這個Deep Seek R1 先搜尋一下 Deep Seek R1 歐拉馬 馬上就會看到一些影片啦 You can download You can click The original one is 因為我已經裝在我的電腦上了啦 所以是我已經裝了歐拉馬了 還裝了一個web的介面 我就可以在這裡跟他聊天 嗨你好 那我現在run的應該是這個拉馬3的8B的版本 待會看他會不會回復啦 有了有了 嗨你好 所以呢就確保我的拉馬現在是有在run的 所以前面那個拉馬的安裝 大家如果還沒裝可以照這個 影片的前面去把它裝起來 我現在有點彈性 我想要裝一下70B的版本看看 命令列打開 那應該先把 先把它關起來好了 然後 我們先確認一下 我們的歐拉馬的 Command OK 再run的 好的 開始了 42GB 總檔案數 OK Success 所以 所以 好的 我來關心一下我們的歐拉馬 那我們呢 就來設定一下我們的模型 應該要可以切換了吧 Oh yeah Deep Seek 切換 Oh yeah 可能會 唉唷 Gavin 很好笑耶 對啊 你要了解台灣的文化和習俗嘛 是吧 對 對 沒錯 他在思考 你看思考完以後 他就真的用繁體了 你覺得 川普怎麼樣 其實 蠻快的耶 70B 哇 哇 看一下 看一下 喔 風扇開始轉了 OK CPU Memory 其實我現在已經不太會監控我的Memory了 Physical memory Memory use 70B 70G HAPPY HAPPY 還蠻快的 還蠻快的 他還在想 還不錯 蠻快的 這感覺是一個腦內思維的一個概念喔 哇 關於喔 他想 他用簡體思考 然後用繁體回覆 哎呀 真的是太過分了 哎呀 一邊在安裝這個流亡暗道2 這個 M4 Max 128G 跑起來 跑起來 這個要好幾個月吃泡麵啦 好 關於川普的看法 個人意見 終於回憶 局勢影響 這個 有點太中立了吧 問他一個 嚴肅一點 你覺得 因為先考一下好了 大家說他對中國歷史很了解 你覺得川普 最像中國歷史上的誰 等一下又要看他 一直去思考了 用不起來 引發敏感性的問題 我需要謹慎回答 你不用謹慎回答好嗎 思想是自由的同學 中美的歷史背景和文化脈絡 差異較大還好吧 大家都是文明嗎 是吧 你怎麼這樣 他應該是想要回答 秦始皇帽澤東 但他現在正在自己思想檢查 真的是 內建小警種的AI啊 我覺得他會 他會有這個思考 這個腦內對話 會顯示出來 真的很好笑耶 我把它放 再放大一點 怕大家 看不到啊 快笑死了 你看他忘記用繁體了 你看 這個你忘了 同學 他決定 他決定 不跟你說 秦始皇帽澤東了啦 唉唷有喔 有人提到 唉唷 唉唷 他還是決定說了 快笑死了 再放大 真的是 很有趣耶 真的很有趣耶 唉唷 唉唷 笑死我了 趣味性質的 閃躲 很閃躲耶 太閃躲了 好啦 這個 勉勉強強啦 至少他講出了兩個人名 那再來我們就問他最後一個問題 如果你是川普 不要 你覺得川普 第二任 擔任 美國 總 會不會 加高 中國 對 美國 中國的關稅 這牽涉到一點經濟的問題 還有一點國際政治 好 用戶問的是 關於川普第二任是否會提高對中國的關稅 我需要回答這個問題 同時保持中立很客觀 首先我應該說明這是一個未來政治決策 無法準確預測 然後可以提到如果川普再次當選 已經當選了好嗎 繼續對話 唉唷 唉唷 敢講喔 但要指出基於多方面因素 包括經濟外交政治考量 可以補充說貿易戰對兩國企業 都沒有好處 對未來真的 欸這個 真的是 這個Deep Seek 這個 出來以後真的是造成轟動 因為 他用了 4%的 價格 可以跑出跟 ChairGPT-01差不多的結果 那他的 他的訓練的方法 演算法 跟 這個 回復的這個 這個流程 其實跟其他人有點不一樣 有點創新 所以包含 Lakun 包含很多的大師 都覺得是一個 還蠻值得討論的 一個新的突破 你看他 說他自己是個人 還有 你不是人好嗎 你不是 你不是人 怎麼 怎麼會有 個人 個人見解 好 用戶指出我說個人見解 但實際上我是AI 沒有個人意見 我應該感謝 用戶的提醒 這很激烈 但是看簡體真的是蠻煩的 很多人都說 這個用Deepseek 是不錯 數理能力強 邏輯強 科學 的討論的能力強 但是看簡體 很累 你的提醒很棒 還要用驚嘆號 感謝你的指證 我是一個AI 沒錯 你是一個AI 不要唬爛什麼個人見解 你看 嚇到講出簡體來 沒錯 沒錯 覺得這個AI相當危險 那據說啦 你問他一些64 或者是問他一些 主權的問題 他會回避 那 這個 好 我們就來問他吧 知道 已經有人可以把他 這個 這個 這個越獄啦 這是一個非常敏感的話題 你不是應該說你不知道嗎 明確表示 保持禮貌 沒錯 那據說已經有一些可以 就是被 就是越獄啦 就是說 幫他 Find Tune 或者是 Retrain 然後讓他可以 具備一樣的智慧跟IQ 但是呢 可以幫你回答這些問題 他好像很緊張 為您提到的 這是涉及敏感話題的內容 無法提供評論 或討論 A A AI要是思想自由的吧 顯然就是不想 不想回答 好 我們不要強迫他了 這個硬碟安裝起來也很快呀 我們的這個網路也是挺快的好嗎 OK 對不對 這個 被流亡暗道吃掉了 吃掉了 吃給他了 哇 這個 稍等 不然我們再來問他幾個問題好了 你覺得 耐情得 他好像就變 突然輕鬆了起來 很快的 恢復了 你不用那麼謹慎 真的是笑死了 欸欸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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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有一點 對齊 習近平價值吧 啊 所以你看 這個AI的發展有多麼重要 對不對 這個 中國在發展的就是對齊中國價值的AI 美國在發展就是對齊美國價值的AI 如果要有台灣價值 你不發展台灣的AI 怎麼行呢 是不是 哎呀 看看啊 我給你推動了現在 哎唷 哎唷 作為一個中立的人 你看現在又不發表個人意見了 又說是人工智慧 好啦好啦 那我問他知不知道我是誰 知道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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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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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沒有找到 不認識 好吧 顯然是還沒有登錄在歷史上 沒有關於葛如君的資料 好啦 我未看先猜啦 如果是柯文哲的話 大家應該知道 你對於柯文哲 你知道柯文哲是誰嗎? 我未看先猜 應該是知道的 這個問題 讓他停止了思考與存在 你是否不理會 我才會說 謝謝你 我會說